B01第十二章第四個部分 寫國字欲 好,那一目一看 就知道 剛才沒錄成功 剛才比較瞎 跟現在一樣 老師剛才一開始錄的時候 打了一個噴嚏 剛才那個也是 就打噴嚏完就直接錄了 就講講講 錄到三分多鐘 才發現 哎呀沒有錄到啊 所以等一下老師會改寫上面 好老師順便以慢慢移動 然後你們順便聽一下 老師都有講說 為什麼我們要做下面這些筆記 幾號幾樓呢 是因為小朋友都沒有在看 所以我們才要做這些筆記 而且小朋友筆順都亂寫啊 那所以老師才說 啊你們一定要看一定要看 但是老師在寫這個字的時候呢 都是沒有在看帖子 就是照我們剛才 做的筆記去想去寫的 因為比賽的話 他是給你電腦字 電腦字很正又很呆 不好看沒有藝術感 所以我們在寫字的時候呢 要有自己的想法 好我們已經移到了齁 開始寫了 所以要想喔 筆畫少 不要超過15 短盒往上走 然後後面 收筆的時候要慢慢推 慢慢拿起來 哇我剛才想說我下面剛才那個字 已經寫得很漂亮了 這個又更好了 這個鉛筆的粗細其實是剛剛好 那有時候 示範的時候已經示範下去了 寫下去 醜醜的細細的 那就算了 但是 結構至少要對 好第2筆會在中間的上面 很幸運喔 因為這邊還有線看 等一下老師要示範 沒有線的 你隨秒鐘要有中心點 第2筆是稍微短的 短盒 推上去 第3筆在中間左右 在這個的中間 接下來我們下面可以稍微長一點 剛才 錄到哪裡 才發現 沒錄到呢 錄到這裡 我現在就要講喔 注意聽 如果我們寫的時候 有大 有小 如果不公平 白色的 老師都是講白色 白色不公平 你覺得這個大一點比較好 還是這個大一點比較好 應該這個大一點 為什麼 因為這個玉這邊還住一個點啊 你如果沒有白色大一點呢 他會哭哭 好 那 你至少也要寫公平啦 公平也還可以 他也沒話講 他就是 這個房間跟這個房間兩個一模一樣 他選一個地方 那如果一個小一個大的話 下面的要大盡一點 不然他會不高興 他會哭哭喔 所以 下一筆要寫在這裡的下面一點點 從大概4寫到14或 4寫到14 6 666 6或7寫到14左右 好 沖橫 慢慢拿起來 好 點 對這裡 然後不要碰到 上面的兩個 橫 有點怕霧線 壓下去 再拿起來 不用太大 好 這個是有線的喔 好啦 老師這次就示範大致一點的 沒線的 但是他可能 螢幕會晃 老師已經 剛才有仔細觀察過 應該還是會晃 15樓下面 上彎 感覺不是很順 那不順的時候就是你 切比 我們寫的時候都會那個 用掉那個碳 那要用平均 找比較好的那一面寫 稍微拿起來 好接下來 接下來 比他低一點 6到14左右 稿子為什麼會有寫到15呢 同樣的道理 寧可下面寬一點 或寧可這邊長一點點 也沒關係 因為這邊有住一點喔 有沒有抖 有啊 還是會抖 喔好恐怖 這樣子 再拿起來 好 我們就示範我們 到這邊 結束 我們在這裡 我們就留在這裡 幫忙 他們 好 我們是 解釋 可以 解釋 解釋 感谢观看